字幕志愿者 李宗 好 失不透时间 继续回来 杰姨贼和Leo有话说 上一次 我都想说 现在都在想场 不是想场 因为是想起这个问题 是要帮公屋居民慎气 很烦 这些公屋居民 我相信 就是公屋居民大部分 我们都同意按据落叶 但是呢 这个可能是近20年 比较好一点 你记得20年前 葵冲有几栋楼 恐怖到嚇死你 就是等于码头围堵楼 大家才重新见到这种局面 就是成栋公屋 用那些咸水石屎建 成栋是falling apart 即是成栋楼 用等于汇丰的结构性的 架根支架去撐住 几栋楼 几层又撐住一支支架 在葵冲那边 现在拆掉了 特别是葵盛围 还是石任石离那些 你问回那些居民 每个人都记得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 以前那些公屋 很喜欢在厕所 将一条市渠 很糟糕 那些真是市渠 插在你的座次旁 不停进去 现在所有的大厦 就是在外面 在外面 也不止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例如你爆市渠 哇 打在家搞到下面 人家就要求你赔到发跌 其实这个是好的 因为这种渠 一定要非常保护它 要不然 你就会搞死全世界 但是以前的公屋 是将那些市渠 放在厕所 上一层漏 爆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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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层层香 真的很多的 层层夜香 很多以前的公屋居民 其实很痛苦 就是经历过这些事情 全都怕了 最惨的就是问题 无论你是市渠也好 你整个墩墙 不断滲水也好 就算你说 我肯自己给钱去弄 房处也不给你弄 他就说没问题 不过你申请要去弄工程 很烦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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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官僚主义的 绝对 所谓 绝对射获 绝对 全家射获法 当你有钱 你肯弄 自己负责 都未必给你付责 是呀 是瘋的 是瘋的 他直接不肯所谓facility 不肯方便你去弄 我说我已经怕了你了 我搞了一年多两年 自己给钱了 我自己给钱做 我自己只是我给钱 去帮你换了你那条市区 这部分行不行 他都不给你做 都要问他那些烂房处的官员 就是怎么样 就是 做不错 我不想做事 哎呀你不要搞我了 是啊 good time 我就在房处里面 是 就是这种官僚式的懒惰 是害到很多人很惨 真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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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才 不好意思 你说什么 我觉得挺有趣的 齊Sir你说 子健 我有个建议 现在拆了一些货尾 那里卖了二百多万 你现在说的 都是货尾 都是货尾 那些货尾 那些货尾 就是扯开了一些货尾 又是很负货的 就是 你想搞 不是搞事 想说自己的房子 现在越来越复杂 譬如我住那里 就是刘江华拿着席 那些法团 那是想要去移动 但是他真诚为香港 是真诚为香港 没理由不帮你手 刘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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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法团的关系 又要咬完 不是他会给你很多麻烦 或者阻止管理署去处理问题 这些事情是很复杂的 即是业主兰的法团 已经开始和政府屏蔽为奸 帮政府护航 就是反观护航 不做事 说得公道一点 就不是那些法团 那些法团怎么会 搞什么官商 只不过那些朋友 叫刘江华 所以他跟着他那条 拉他走 刘江华就禁制 不让你们做事 是的 或者他会处处 我们想有些事情 真的未必是和政党有关系 这个就是民建联最无耻 民建联以前本来 他都做些事情 譬如去到月明川 月明川游得很漂亮 人们就告诉我 刘江华搞的 我说这样 虽然我多恨他 或者觉得他多不顺眼也好 我都会觉得 你也做些事情 不可以 问题就是 你有什么理由 搞到今时今日 变成了和虎主作对 这个就真是好前 谁叫我和Rocky搞 这就是所谓一般政客没有品的地方 你没有品的意思就是 你的政客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 所谓为民请命的政治家 你不是根本会理会那个人 他是不是你的选民 其实就是你通过你的美德 去赢取他 成为你的选民 如果你没有美德 你根本就赢不到人做选民 有什么美德 有什么美德 现在就不用计算美德 就是计算 自己人和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 亲疏有别 我是保皇的 你又不是 反对派 对 很惨 去了这些位置 所以你连法团都做 我觉得我不贊成法团 政治化去企政党 但是现在很明显 法团越来越是 其实我们不是要法团 企政治化 你做法团应该有的事情 就是说你法团 对政 就是防留宇 有一定的认识 如果没有的话 政府本来是有责任的 政府几年前 弄了那些资料处 被人说 你什么留宇大维修 在那里拿资料 这些资料处是法团 其实你可能 甚至要求法团 要不就请个顾问 要不然你法团的人 自己有些人去读课程 读完后 你明白了那些留宇结构的问题 你不是去做那个承计商 但是你是懂 你可以跟承计商丢 你可以跟小工程承计商丢 你怎样做 你做了不行 包括跟政府丢 你政府这样做 你不行 你没有帮我做到事情 这些事情 其实长远来说 我在这里面前呼吁 隔着镜头对着我 我要呼吁 你香港所有的辅助 包括业主 业主 业主 还有租客 其实长远是要整个大联盟式的东西 是要真的花时间去看清楚 这些哪些东西是属于真正合理的 自然公义上的政府责任 大地产商责任 你们是应该有一些东西 推动法例去改变 然后令到你们长远一路一日 这些东西去到那里不用问了 大家都有共识 这些是你政府的责任 是地产商责任 承建商责任 麻烦你搞定他 你不搞定 你十年后都要帮我搞定他 是吗 有什么理由一年 找这些烂理由 一年就不关我事 大棟楼是住七十年的 一年就不关你事 大佬我买电视机 看七十年的 一年之后就是不关我事 是吧 过了保养期 保养期 你不单止阿齋sir说 一定是 他有道理 还有一件事 我要特别指出 很多不公语的地方 就是你欺负一些不识字 或者那些所谓 教程度不高的人 对 为什麽呢 譬如你去 我不找立法会议员 什麽都不找自己 想和防水丢 或者你和管理处 他叫你寄封信去 我撑你的废 哈哈哈哈 你应该有张表格 进去 我讲完你就填了 不是你讲我做什麽 是呀 是呀 怎麽呀 是呀 这是一个歧视来的 去庭机会投诉 就是很离谱 是吧 是叫教育歧视 教育程度 或者文化水平歧视 譬如你要求法团 我试过要求法团 或者要求管理处 我们很愿意帮你手 但是写信 因为你要自己写 即是你看到整个服务态度 或者防处 都难你 不要搞那麽多事 你怎麽会做到一个和諧的社会 怎麽不矛盾才可以 根本怎麽会做和諧的社会 根本怎麽会做和諧的社会 根本只是做一班 就是卸博社会 卸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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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就是这样的 你不是因为 懂得说几个绝话 又专家又数据 一大堆东西 拋疾了 又回家继续面对爆肝 是的 不自杀 自杀就是唯一的出路 绝对不真诚为香港 找路襯找到 你不令人安不了居 就落不了业 安居和落业都很大 是的 我们上一集说的 想置业的 就没得住屋 好了 到我们今集了 置到业了 置到业了 又是这样 那样的出路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谈谈